醉彩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那你呢 我陪你 由于某些原因 我已正式换掉原经纪人 不顾若男小姐 从今天开始 我所有的演艺事务 将由我身边的同小姐 再为怀里 尽管成人有洁癖 洁癖啊 别说家里 都要在工具里边我去放 吉姆 刚刚爱丽说 她特别想去看电影 我们去看电影吧 我没说过吧 对 那个刚才聊到看电影吧 说最近这个电影挺好看的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吧 一起去看啊 你去哪儿 这 由于某些原因 我已正式换掉原经纪人 独孤若男小姐 从今天开始 我所有的演艺事务 将由我身边的 重小姐 再为怀里 独孤若男这次惨了呀 之前外界就传闻 宋子豪出车祸是因为他 这次宋子豪一住院就换经纪人 这不坐实了吗 可不是嘛 我去班 我去达我 zitten 怎么办 请 �子豪醒了 醒了就好 现在不是你该庆幸的时候 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子豪醒了 医院却没有通知我 我刚才看视频 童童他宣布 宋子豪病情的时候 频繁地眨眼 说明他在说谎 他很早就知道 宋子豪的状况了 当宋子豪宣布 童童是他的新经纪人的时候 童童嘴角一侧抬起 这个细节说明 他很轻蔑 得意 这一切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原来是他搞的鬼 难怪了 他一直阻挠我去看子豪 也不让医院通知我 他醒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 还专门跑过来接我 我只是刚好路过 谢了 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地了 不露面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最近手机杂志电视都不要看 给自己放个假 清静清静 那你呢 我陪你 我际上是你最好的签 我际上是你最好的解敌 忍生日语 你还没有自己来 那